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早上的9点51分 加权指数涨47点 今天行情还不错 延续昨天的多头 今天开盘继续涨 虽然说昨天外资是小卖的 尤其台紫锡进多单是一样卖出了2000多口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还是开出高盘来 目前涨19 可是因为外资一直没有归队 所以在操作上你也不要刻意地去做追高 这是基本的动作 你要记得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道琼又涨了94点 最多单涨了将近200点 最多去217点 你让人家道琼短短三天时间而已 道琼短短三天时间而已 快1000点 不要小看这样三根棒子 这样要一千点 如果说以它的趴数来算的话 大概是快5趴了 5趴如果台北股市就要500点了 我们有没有涨那么多 没有 所以台北股市还要在加油 我们只从10500 目前到10651 我们只涨150点而已 道琼短短三天低档张上来 5趴 香港的台北股市500点 所以台北股市要加油 台北股市的加油不是说 我们一句话叫股市自己加油 股市的好坏是所有人努力的结果 所以股市要加油相同的 我们投资人也要加油才行 强势股很多 强势股很多 大力光 昨天工涨停之后 当然这个钩票 不可能天天涨停板 那么贵的股票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费城不好体又涨0.9% 欧洲德国的部分又涨128点 你看德国股市真的很强 一路冲出去 台北股市回了600点 咱们知道什么 当然也知道是在跌什么 我是一直讲 台积电惹的祸 没事开了个法说会 搬石头把自己给砸昏掉 然后也把台北股市给砸沉掉 你看就是从台积电的法说会 造成的后遗症 所以全球股市都在涨 是不是全球股市都在涨 我们来看 像欧洲的部分 德国 是不是德国根本就没下来 英国也没下来 法国也是一路涨 至于亚洲股市的部分 其实也是不错的 你看澳洲也是 澳洲股市也是一路涨 澳洲 南韩也没下来 日本也是一路涨 香港只是横盘而已 新加坡还创了十几年的新高点 印度也不用 印度更不用讲 印度也是涨很多 印度这一波涨了快7% 涨了快7% 所以台北股市台积电惹祸 可是你也不要看得那么不好 全球股市都不错的环境之下 台北股市还是会补涨回去的 年线保卫在我上礼拜就跟大家讲过 年线会首会首会首 你看已经上来了 印证你那些说法还是对的 好 昨天苹果股价还是继续涨 昨天苹果股价又创历史新高 昨天最高已经来到187元了 苹果股价这么凶 苹果股也陆陆续续都起来了 你看今天苹果股的部分 2313华通 哇 华通快涨停了 我们上个礼拜是强棒初级 就介绍华通 记不记得 上礼拜前强棒初级就是华通 比较多两天而已 昨天强棒初级 4528 江新段 也是大涨 今天好一档股票 今天强棒初级也是一档很强势的个股 那平盖股开始动了 2313 6269 台郡 台郡虽然业绩不好 可是跌升 也开始做补涨回升了 因为大力光都在带头 大力光一带头 那么整个平盖股 一档一档都开始回来了 包含药花 平盖股一档一档都上来了 那今天包含 2349的莱德 一档一档一档长定版 也可 永远 他ared 这是 彩特 产 Circuit 的一档一档一档 同时也把中环给推了上去 可是这种股票业绩还是很差 在操作上还是尽量以短线为主 今天3481的群创 开盘之后也是大涨 群创昨天发布财报 今年第一季0.3元 原本大家认为说 第一季应该都会赔钱 面板股第一季都会赔钱 没想到两家公司发布出来 都是赚钱 大陆的跟南韩的都是赔钱 台湾的面板双五反而都是赚钱的 那股价太便宜了 每股净值26.5 你第一季0.3 全年至少也有一块钱以上 股价11块也太离谱了 所以这股价开始也在回升了 所以带动着2409友达 开始跟着上来 华邦店昨天财报发布 营收发布完之后 4月营收 双成长 月成长年成长 这个数据还不错 勾给也起来 所以强势股很多 赶快进场就对 你还不知道要不要勾票 没关系 我们强棒初级 每天都有一档股票 提供给大家短线操作的参考 我挑的标的都是基本面很强的 尤其获利也很好 股价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你可以参考短线两到三天 应该都能够让大家安安全全开开心的赚钱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强防处击 汉与伯德昨天涨停 今天又继续大涨 汉与伯德是华兴立华集团里面 净值最高的公司 34块6元 现在够了两天大起后 到21块而已 还差很逢 像这种股票都是很安全的 今天被动元件反正是比较弱 今天被动元件的股票相对是比较低的 我们来看被动元件 今天被动元件的股票 细菌元件还不错 因为营收正在发布细菌元还不错 可是细菌元价格也很高了 我是不喜欢那种涨太高的股票 今天被动元件普遍都承诺是 平盖股反而转强 我们来看一下被动元件 这里 国具华兴科 立农店 全部都逆势下来了 这也吵得太过头了 太假逗期了 好 离岸丰店 这次标案公布之后 就熄火了 因为独厚外资 独厚外资的结果 国内的工厂当然就不给脸 对不对 只有雅尼持续在大涨 因为外资一直在加码 我们也没有退啊 我们会员还是一直在等压回再加码 我们从29块钱买进之后 29.7再加码 30又加码 我现在等他压回 怕没车 压车我也会继续加码 5512立期 立期你也不用担心他了 我们这里买的10.5买的 14块钱卖掉 卖掉之后12块钱接回来 接回来现在掉下来 差1块钱 每股净值18元 吃它探一个33% 吃它差1块没劲 等他有本坛上 因为净值18块那么高 股价那么低 你要叫他拔也拔也拔也拔掉 你看其他离岸风店的股票 其他离岸风店的股票呢 你看四季缸 导成什么样子 四季缸 永贯 上尾头 这段时间都跌停跌停来 反而立期是 停住的 为什么 因为价格便宜嘛 所以我喜欢买底部的股票 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随时 卖要消化掉之后 一反攻回来 12块钱卖会来 所以也不用去杀底 回来之后 再来卖就好 前面赚了一个33%也无所谓啦 昨天外资买最多是哪支股票知不知道 昨天上市会外资买最多的 台泥 台泥昨天外资买了1万张 今天又继续涨 雅泥昨天外资也是继续加码 这两支随时都会充的 这两支股票做太短可惜啦 我就建议做破断一点 雅泥美股净值 高达38块钱 所以现在高级到32块而已 我真熟悉的 所以这个破断一点没关系 不要做太短 好 等一下强胖初级一档 4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本来比在10倍以下 来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用心听 来 今天强胖初级 跟大家分享2408的南亚科 南亚科我们在早上9点20分的时候 已经通知出去了 会员在9点10分就通知买进了 每天强胖初级 我的目的啦 能够让大家在短线 两三天的时间 都能够很顺利很安稳的赚到钱 好 所以都会挑那种基本面很好的 股价在底部很安全的 那两天三天你给他 也不要说短道做当冲啦 两天三天赚个3%5% 积少成多 我相信应该都可以OK的 你看 礼拜四的滑通 今天快涨停了喔 才过两天而已 昨天的江心段也是大涨 一天就大涨9%了 那今天南亚科 我们来看一下南亚科 2408南亚科 那为什么今天会推荐南亚科 南亚科昨天下午发布 4月份的营收 4月份营收76亿 再创历史新高 比去年同期成长55% 好 所以加上股价 横盘一段时间了 横盘快两个月了 那今天占上93元之后 短线获一波 新的供给行情 好 黄金交叉也刚出现而已 所以这种个股 但股本大了一点 你走较慢 好 可是供出去 你要赚个两天时间 赚个3% 5% 应该都还能够 轻轻松松 又是一档 那今年美股获利 至少一个股本跑不掉了 因为第一季就已经赚了两块半了 比去年的一块一成长一倍 今年全年应该是有十块钱 因为目前记忆体 还处于缺货的状态 所以基本面很强 又是一档 整理结束之后 短线要补涨个股 2408南亚科 希望能够帮大家 在短线两三天时间之内 赚个3% 5% OK 那其实你要赚大钱 还是需要破断的规划 下午节目 会跟大家谈更多的内容 今天节目 对你有帮助的话 按个赞加个油 下午会准备更充实的内容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